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蒂头不要浪费 剪碎碎的也可以丢进去哦 把它搅拌均匀 好 我们搅拌均匀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包到这个 酿在这个香菇上面 首先呢 我们用点太白粉 放在香菇这边抹一层 然后呢 就给它晾上来 好 第一朵OK了 好 我们三个都已经酿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拿去蒸咯 我们热了一锅滚水之后呢 就给它放下去蒸 那现在呢 我们就让它蒸一个15分钟 我们等一下见咯 好 我们已经蒸好了15分钟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吧 好 那我们把这个蒸好的香菇盒子呢 放到盘子上去 然后呢 等下我们要淋这个红甜椒酱汁 然后呢 我们上面可以撒一些芹菜末 我们的香菇盒子就已经完成了 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香菇盒子哦 闻起来很香 然后呢 很多的颜色哦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点订阅哦 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 打开接收新影片通知 我们下集见 拜拜